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我想最近你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说GoJack要进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了 接下来的这一段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聊一聊 我是佩玲 我是志芳 现在政府是亮了绿灯 就让这一个GoJack 其实就是来自印尼的摩多共享公司 就是进入到我国的市场 不过有些人士 似乎就是有表达了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像是雪兰娥的宗教师达以斯就认为 内阁批准了GoJack 就是进军到大马的话 就会导致男性跟女性 就是一起乘坐摩多 这个做法是有违伊斯兰教义 并且会担心引来一些流言蜚语 他说假设女性使用这个服务 如果说摩多斯基是男性的话 而且是非亲属的男性 就会成为了画饼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 他就认为最好就是 不要引入这样的服务 其实像这名宗教师的观点 并不是新鲜的事情 之前我国东海岸州署 也有类似的指示跟观点 认为说女穆斯林不应该 乘坐一名没有亲戚关系 男性的摩多 以免招来各种各样的 这种嫌疑 猜测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是宗教的角度 我就不方便讲太多 因为我也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印尼的例子 这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为何当地政府允许 Gozak的这个势力 而且还鼓励他们壮大 如今Gozak已经成为了 印尼科技创业成功的一个典范 一个例子 就如大马的这个Grab Card 任何的东西 如果掺杂了宗教的话 它将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也难以让更多人来讨论 它就变成了一个小众的议题 但是这个Gozak的课题 它是涉及到全民的利益 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说 宗教的讨论 应该就把它停留在宗教的领域 不要把它牵涉到 其他涉及全民的课题上 否则 这个很容易的会陷入矛盾 甚至对立的情况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 这个是关系到宗教 是关系到我的信仰 所以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 所以你不了解宗教的教育 还有它的这个信仰 所以当涉及到宗教的时候 整个讨论的焦点就会被模糊掉了 那这一名雪州的宗教司 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其他更好的方法 以免避免引起他本身非常忧虑的这个问题 那另一方面 槟城的宗教司望沙里 就交由政府决定说 是否要落实这一项服务 他说他没有就此颁布一些法规 所以还是要交给政府来决定 好了 其实这个Gojet的课题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待它 未必必须要从一个宗教的角度来切入 其实它这是一个经济以及就业的课题 Gojet能够带来许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以最低的成本 找到就业的机会 称为摩托车敌势 那么可是一些讨论就开始把宗教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导致焦点被模糊被打散掉 陷入了这个狭隘的空间里面 无法抽离出来 还是要举回这个Gojet的创办人 他在印尼的这个经验 为何印尼政府或者是印尼当地的这个消费群体 能够接受Gojet 因为它是一门生意 它是解决人民痛点的一个服务 所以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经济和就业课题 跟宗教完全扯不上关系 内阁昨天开会之后 其实已经原则上 同意由轻体部长赛沙迪所提成的这个建议 就是让Gojet进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内阁就指示交通部和轻体部 就进一步的研究 要如何来落实这个共享的摩托服务 包括说实施的条例 还有一些聘雇的条件 企业发展部长李端就说 Gojet对于青年就业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内阁当然会支持 所以他说 接下来就交给这两个部门 继续进入下一步的研究 所以现在我们要讨论的 其实是如果Gojet进来的话 那么如何保障这些乘客 还有摩托骑士的安全 这个才是关键的这个点 而不是把它的焦点放在宗教的这个层面 当然我们无法禁止或者阻止其他人 从宗教的角度来讨论 但是在这个关键点上 我就希望说政府特别是这两位 被点名负责这个课题的 塞沙迪还有陆赵夫 能够从专业的这个角度出发 就根据目前市场上的这个需要 来解决这个民众的一个痛点 就是塞车的时候 如果你叫Grab的话 那么你还是堵在车上 那么这个时候 Gojet就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听起来好像在办Gojet推下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要讲的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 从经济还有就业 还有这个消费者安全的角度 来看待来讨论这个课题 没错 我觉得从专业的角度来讨论的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个人比较更为关注的 就是安全的这个部分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